一班華裔居民就大除夕 屋倫咖啡店搶劫案中不幸喪生的華裔工程師 舉行集會 要求屋倫市府和東灣阿拉米達縣政府採取行動 加強社區治安 國安報導 今日的集會人士對於華裔工程師增削的社會覺得非常惋惜 又感到華裔社區經常被針對犯案 要求屋倫市府和東灣阿拉米達縣地檢處 對所有犯人誠之於法 嚴正執法還增上一個公道 希望律師可以刑事和民事幫他們 看看在美國可以做到什麼 尤其是希望聯絡地方檢控署 令地方檢控署可以將他們今次的罪案 全部三個刷 現在做了兩個都可以成為謀殺 而不是誤殺 是謀殺 不是誤殺 有另一個屋倫居民都曾經是搶劫案的受害人 他現身講述他和他的兒子 去年在屋倫家中 被多個慈窗的男人搶劫的經歷 他說曾經跑到華裔的鄰居求助的時候 鄰居說因為太害怕所以不肯報警 作為community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團結一些 團結是最重要的 歐倫社區領袖陳謝鵬沒有參加今次的集會 但他在案發後一直有和曾絞的家人聯絡 他說曾絞的家人目前忙於辦後事 計劃將曾絞的遺體帶回中國 未有空接受訪問 對於本案 陳謝鵬認為 歐倫警方不能單叫人遇劫的時候 不要搶財物就了事 他提到北滿加州2014年時通過的47號提案 加州47號提案法例 將部分非暴力的罪行降為輕罪處罰 例如盜竊財物價值不超過950元 原來的重罪改為輕罪 立法人要知道 因為他可能出法點是很好 但後果是不堪設想 等於鼓勵了很多罪犯不停犯罪 華語工程師爭說是隨直當日 在屋倫一間星巴克咖啡店 被兩個匪徒搶走手提電腦 追滯的時候受傷不幸死亡 涉案的兩個疑犯 一個人被控謀殺 另一個人被控誤殺 兩個人被控二級行業等罪名 26台記者1國能報導 現在在美加各地 多謝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睇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睇